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腳的造型設計 那這個仿勝獸的腳呢 他有中間腳 還有連接橫桿前後腳 三個部分所構成的 那你要先畫哪一隻腳都可以 比方說我用中間腳來做示範好了 那中間腳就是這一隻 這隻腳 那我們一樣打開草圖編輯 那基本上這個腳的編輯呢 都是用自由繪圖就可以了 用自由繪圖 那我們選擇不規則曲線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仿勝獸他的腳步的這個動作 我們這個稱之為這個連桿 那這個連桿的動作 他的長度彼此之間的長度是有一個數學關係的 這個課本有寫 以後會帶同學回去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在畫圖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 腳的這個長度 尤其是這個 轉軸跟轉軸之間的距離 他是有一個數學關係的 所以這個是 要調整之前要先去數學公式裡面去算一下 不是任意調整的 要特別強調一點 這跟身體的部分不一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畫一下腳的部分 那腳的話基本上就是自由繪圖 你愛怎麼畫就可以怎麼畫 還是那個原則 儘量不要去對 對到一些 特殊的一些地方 好 比如說小腿 小腿來一個 特殊造型 弄到這裡了 弄到這裡那就不行了 他會接在一起 對啊 這個地方就 就會有問題 對啊 刪掉吧 來 這個點 刪掉 他已經黏住了 刪掉 那整個腳的設計的話就是自有造型設計 那怎麼設計就什麼設計 好 那這個腳的這個底下這個長度當然會超過這個地方 但是也不要超過太多 也不要超過太多 因為他的 他的尺寸是有一些數學關係的 如果超過太多的話 可能會造成他 行走的時候 跛腳 掰咖 行走的時候會跛腳 等等之類的 好那我們就完成這個圖案了 那完成之後呢 他並沒有擠出來 那不要忘記的擠出這邊還要再加一個動作 把擠出的面再加進去 再加入第2層 第2個擠出的面 這樣就會完成了 那我們回到組合 組合圖裡面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就配上了這個粗狀的腳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就可以完成腳的設計了 那既然中間腳 是這樣做 那其他的部分 連接橫桿跟前後腳 那各位同學就可以比照 比照剛剛的設計去做 這樣理解吧 嗯 嗯